诸葛亮被周瑜刁难 草船借鉴之时 曹军为何不设火箭 原因很简单 在三国演义中 曹操不但是一个奸诈小人的形象 还是一个非常多疑 喜欢防患于未然的人 例如他刺杀董卓失败 只身逃亡的时候 因多疑误杀了吕伯舍一家 晚年患有偏头痛时 华陀想要为他做开颅手术 他疑心华陀想 趁机谋害他 于是将华陀下狱处死等等 可是在赤壁之战前夕 当诸葛亮受到周瑜的刁难 前来草船借鉴的时候 他却如诸葛亮所愿 射出了普通的箭支 而没有射出 可以置诸葛亮与死地的火箭 这是怎么回事呢 通读三国演义 我们不难发现 在当时火箭已经非常普遍 并非什么稀奇之物 曹操不可能没有 而且诸葛亮的船之中 藏的全是草人 如果此时曹操下令射出火箭 诸葛亮和鲁素 很可能便会死于非命 可是一向多疑的曹操并没有这么做 他只是下令射出了普通的箭支 他为什么不选择火箭呢 难道这是作者特意为诸葛亮开的光环吗 答案是否定的 小编认为曹操之所以不下令射火箭 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火箭不宜久存 所谓火箭便是尽了油 一点燃的箭矢 这类箭矢不但难以运输 还不宜久制 曹操军中就算有 也不可能大量储备 如果他们想要射火箭 需要及时制作 当时诸葛亮率领的船只 不停地击鼓喧嚣 营造了一种大军压阵的氛围 这个时候曹军唯一的目标 便是退敌 试想 这个时候 他们还有心思 有时间却制作火箭吗 二火箭射程短 穿透力差 火箭的箭矢 被由进染之后 重力变大 射程变会变短 当时诸葛亮的船只 虽然靠近曹操迎战 但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使用火箭 很可能射不到他们 另外火箭的箭头上 需要包裹一层油布 这样的箭矢不具备穿透力 退敌的效果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当时天有大雾 曹操看不清 将上船只的情况 没有打算正面交战 仅仅是打算退敌 如果使用火箭 不但麻烦 还几乎起不到作用 曹操又怎么多此一举呢 三曹操不知道 船中全是稻草人 如果曹操提前知道 诸葛亮带来的船之中 全是毅然的草人 或许他会不怕麻烦 且忽略火箭的短处 下令放火箭 毕竟只要有几支箭射到船上 诸葛亮就要玩完了 可是曹操并不知此事 再加上诸葛亮 一直命士兵尾鼓呐喊 曹操更以为 这是江东水军来袭 这个时候 无论是曹操 还是他手下的文臣武将 没有一个人猜到 船上有易燃物 他又怎么轻易放火箭呢 四空气潮湿 火箭难以点燃 草船借鉴时 孙曹刘三方对峙与赤壁 此地空气本就潮湿 诸葛亮选择的时间段 又是大雾弥漫的清晨 就算曹操下定了使用火箭的决心 也不一定能够点燃火箭 如果曹操下令放火箭 士兵却无力点燃 或许火箭射过一半 便因空气潮湿而熄灭 那么这场战争便要沦为笑话了 曹操戎马一生 他又怎么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通篇分析之后 我们不难得知 诸葛亮草船借鉴之时 曹操只下令放箭 却不使用杀伤力更大 可以置诸葛亮与死地的火箭 并非是作者 为给诸葛亮增添光环 强行降低曹魏阵营中 众人的智商 站在小说中的角度考虑 曹操当时的选择 是非常正确的 是非常正确的